國民黨政府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趙紹康 上午特別到新北市五谷的下綠地 被問到日前 趙紹康為了反駁民進黨批評 他是保姆 反說自己是三國裡的趙子龍 讓侯友宜再輩綠營酸是阿豆 趙紹康也再次反擊 說是要來幫劉備打勝仗 五谷是光的 這樣啊 對啊 民眾大戰居住環境提升 侯友宜帶著副手趙紹康 來看在新北市長任內的重要政績 五谷垃圾山變成下綠地狂打政績牌 侯友宜更是如數家珍 我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是我的大樁腳 他說你選上我幫你多少忙 你還拆我的房子 我說這兩碼是阿 我在第二任的時候 應對手46萬票啊 同樣的是這種所謂卸紅區 設置到8年 柯文哲應該設置還是那樣嘛 台能共不用講了 如沙 趙紹康的新省侯友宜有魄力 不過侯趙沛成型 民進黨大酸侯友宜多了一個保姆 讓趙紹康用三國故事自比趙子龍 但綠營逮鬥擊潰反位 難道侯友宜是扶不起的阿斗嗎 完全是顛倒扭曲了 趙子龍是幫劉備打天下 兩肋插刀 致死無悔無怨 真的是這樣 為這個劉備來打天下嘛 趙子龍怎麼是為了劉善打天下呢 那賴清德現在不希望 這個蕭美琴幫他助選嗎 加上之前侯友宜曾提過 若當選願意讓趙紹康 參與總統職權 對手賴清德則怒批 現在不是雙總統制 這樣是明目中膽 讓侯友宜淪為傀儡 甚至是現代版溥仪 對治國是沒有信心 分權才安心 那市長你的回憶 我非常有自信 趙超康非常有能力 沒有能力 沒有信心的人 這樣也打來打去嘛 不讓主帥被看扁 侯康聯手反擊 不愧明顯想把選政主軸 拉回藍綠對決 今天非常為誠心 媒體同報道